跟一切男女不得顾淫义 如果这个淫义就代表一种欲望 然后看到了就是一个住院 然后你去做了 就想 做了就这个法跟业都照了 乃至畜生女 电视上有在讲人跟动物 诸天鬼神女 所以 世上有些人在梦中都有淫义 有些是没办法的 但有些是故意的在梦中 即非道行淫 在不对的地方 不对的位置 而菩萨因生孝顺心 救度一切众生 给别人是一种清净快乐的法 而不是给他淫义的观念 何凡跟其一切人淫 不择畜生乃至母女姐妹 六亲行云 无慈悲心者 使菩萨破罗一罪 当然各位都了解 如果各位你要了解多一点 很多大和尚有解释 在网络上都有 然后最好能够把它研究清楚 第四 妄语界 若佛子自妄语 教人妄语 方便妄语 妄语音妄语言 妄语法妄语业 不见言见 你不知道你还说你知道 见言不见 然后看了还说不知道 身心妄语 而菩萨常生正与正见 一生一切众生 不但自己正与正见 也让别人这样 有些人说 我叫你骗你要骗 他才可以完成他的想法 这也不行 一生一切众生正与正见 而反更起一切众生 邪语邪见邪业者 是菩萨破罗一罪 反过来 孤酒戒 孤就是买卖 这个是众戒 你自己喝酒 还犯亲戒 你买卖酒 推销酒 犯众戒 因为伤害到众生 所以若佛子 自孤酒 教人孤酒 孤酒因 孤酒缘 孤酒法 孤酒业 一切酒不得孤 是酒起醉因缘 因为喝了酒 就会放任自己 就会失去控制 而菩萨因生 一切众生 明达之慧 我们要如何让 所有的众生 都开发智慧 而不是让他 喝醉酒迷茫了 何妨更生一切众生 颠倒之心者 所以不管你做什么行为 包括语言文字 让别人起心动念 都都造恶业 是菩萨 菩萨遗罪 这个要小心 现在因为有网络 大家喜欢网络 网络里面有很多负面的 甚至是欺骗的 甚至是假的 就让别人起了颠倒性 就像让他喝酒一样 而且影响力很大 很恐怖的 特别在选举的时候 他们如何利用网络 就可以改变一些 这真是会如此 起的颠倒 不正确的心态 这个是犯菩萨重界的 第六 说四众过界 四众就是出家人 或在家人 若佛子自说 出家在家菩萨 比丘比丘你罪过 教人说罪过 这个是要很深重的忏悔 因为佛教就是要和和 对方有缺点 可以以诚心 私底下保护他的 来劝说 可以 但是不能故意引起公开的 因为公开 大家很容易相信 就会造成颠倒 是非 所以 教人说罪过 罪过因 罪过缘 罪过法 罪过业 而菩萨 闻外道恶人 即恶称恶人 说佛法中 非法 非律 但是我们修菩萨道 如果碰到外道 外道就是他没有在修行 那些不好的动机 甚至 今天你在修大秤 那有些恶称修解脱他 你自己喂度 你度什么众生 你自己没有断贪嗔吃 你怎么去讲利益众生 这个叫恶称恶人 他就伤害你的菩提心 说佛法中非法 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非符合戒律 我们不但不批评 还要长生慈心 敢化教化 使恶人背 另生大称善性 所以各位 我们在吃素 放生 咽供 吃肉 往往会有一些障碍 但是 我们自己要 忍辱善巧方便 如何去引导 但是我们不能去批评 而菩萨反更 自说佛法中 罪过者 甚至修行人的罪过 都不能说 是菩萨破罗以罪 第七 自占毁他界 若佛者 自己认为 自己的方法好 自己的想法好 自己的法门好 都不应该 甚至因为现在有寺庙 就有财务的压力 就会有竞争 希望信徒多一点 希望钱多一点 那不得不 有时候就会自占毁他 就会有这个讲法 所以 自占毁他 一教人自占毁他 毁他的因 毁他的缘 就是讲他的不好 我才对 对方不对 那就不符合佛法 佛法是 他不对我们来承担 我们替他忏悔 是可以的 所以毁他因 毁他缘 毁他法 毁他业 而菩萨应该 带一切众生 受加毁辱 这句话 记住 而不是说 一直讲对方错 对方错 我们要代替他 来受批评 受毁谤 忍辱 恶事向自己 好事与他人 各位这句句话 一定要背 以前 如需长老 一定要我们背 这句话 不然就 是是非非 讲不完 恶事向自己 好事与他人 若自养己得 引他人好事 令他人受毁者 是菩萨 破罗一罪 就是犯了菩萨重戒 第八 奸习 将毁戒 就是菩萨 你要布施 你不能 看到对方需要钱 需要这个法 需要某一个 你就 故意不给他 这个叫奸贪令色 你要可以 可以 给我钱才可以 我这个是专 就像现在的药 卖得很贵 明明得癌症 很苦 但是这个药 就特别贵 一颗几百块 几千块 标靶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如果站在菩萨界 是痛苦的 是不好的 所以若佛子 自奸 自己不给 你不要给他 这个人不好 所以我以前 在其他国家 看到人的路边 有乞丐 开车 师父你不要给 给他永远 他不去学校上课 我说每个人都要想 他永远都没有 你还是要给 跟他结个缘 你不是给他钱 而是给他一个法 给他一个悲心 所以千万不要去阻止 所以 兼阴兼缘 兼法 兼业 兼就是另一事了 而菩萨 见一切贫穷人来骑着 只要看到贫穷人 随钱人所需 他所都给予 一切给予 而菩萨 以恶心称心 乃至不失一钱 一争一吵 甚至有求法者 不畏说一句一句 懒得跟他说 有些人说 这没法多了 说了也没用 我懒得跟他说 没用你就替他辞咒 对不对 忏悔 回向 但是不要舍弃 所以要尽力的 如果不畏说一句一句 一为成许法 而反更慢如者 这个没用了 因为有些人 比如说我懂这个法 我不懂这个法 你在做 这个不好了 这个才好 还伤害了对方的信心 那不行 是菩萨 破罗以罪 反过来 九者称心 不受悔戒 菩萨除了不能贪 菩萨也没有资格 生气 称恨 若佛子 自称 教人称 我不高兴 还要叫别人 也一起骂对方 也不行 称的因 当然有 称的缘 称的法 称的业 而菩萨因生 一切众生善根 无真之事 众生 福性平等 但是 千万不要 故意要搞 对立 分裂 但是现在老实说 现在的社会 没办法 搞选举 就有搞对立 对对错 说 就像现在流行 罢免 这是很痛苦的事情 但是我们行菩萨道 各位就回向 但是不能去随习 这个事情 常生慈悲心 孝顺心 对方再怎么错 也是我们的父母 我们怎么可能 把父母的罪过公开呢 甚至去辱骂他呢 何凡 更于一切众生中 乃至于非众生中 以恶口骂辱 各位 甚至这个鬼道干扰你 你都不能骂 对吧 了解吗 他只是因为可怜 需要你帮助 所以 所以以前的传统做法 刚才鬼道干扰 就好 他就走 好像有这种说法 但站在我们菩萨道 是不符合的 所以 以恶口骂辱 加以手打及刀杖 意犹未惜 而且对方跟你对不起了 跟你忏悔了 善言忏谢 你由称不解者 所以各位要给对方机会 而还生气不接受 是菩萨破了一罪 第十 伴三宝戒 这是最严重了 若佛子自己毁谤 佛法身三宝 而且教人也毁谤 佛法身三宝 这些伴阴伴缘 伴法伴业 和菩萨见外道及 以恶人 一言伴佛阴身 各位我们听到别人在 伤害三宝 我们要有这个感受 如三百毛刺心 心里会很痛 痛到你真的想要有 心脏病一样 会死掉一样 因为看到别人在 毁谤三宝 伤害佛教 我们要有这个痛心 何况自己去骂 那更不行 何况自己毁谤 而不生信心 孝顺心 反更助恶人 邪见人 棒着 这个没办法 这个社会经常发生这种事情 有人愿意讲 就有人愿意听 然后呢 就造成一种 一种力量 那这样就犯了 众戒了 是菩萨破了一罪 好 那我想我们上午就 先讲到这边 下午就吃饱饭 我们把十重四十八轻 传完 好不好 耽误各位的时间 然后我们先回家 来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徒 上报是从恩 下祭三图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生 同生极乐国 好 大家就休息 用无哉 然后出家菩萨 简单的二世仁在 阿弥陀佛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 带着大家 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 护持 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 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指挥中心专家咨询小组召集人张尚纯 国内武汉肺炎疫情趋缓 国人参加各种艺文活动时 也请例行防疫新生活运动 例如博物馆看展 听音乐会演唱会时 请遵守下类事项 1.配合场馆防疫措施 如量测体温消毒双手 2.保持适当社交距离 或全程佩戴口罩 3.落实实联制 请民众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如果有发烧或呼吸道症状 请佩戴口罩并在家休息 不出席公共场所活动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防疫乐活性态度 关心自己的健康 也守护家园的安全 鸟类真正的朋友 张伯是远近闻名的鸟王 据说他能和众多的鸟儿交朋友 这位就是人称鸟王的张伯 这些年他获得不少的称号 大多是爱鸟协会颁发的 比如爱鸟模范 鸟类挚友 下面就由张伯和他的鸟儿们 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 来 豆豆 表演一个 去将那个小水桶提起来 哎呀 观众朋友们 你们看到了吗 这只小鸟竟然真的会提水桶啊 鸟王果然名不虚传 这只小鸟真是太厉害了 厉害的并不是这只小鸟 而是训练他的张伯 这位张伯就住在我们邻村 小时候我还去他家玩过呢 他家里有各式各样的鸟 这个小鸟 这只小鸟 这只小鸟 就在这只小鸟里有个费 zusammen 这只小鸟里 HERE